大家好 牛肉面自己在家做 汤汁浓郁软来入味 手感的面条劲道爽滑 天冷了两二一碗喝着真过瘾 首先把轻易干净的牛肉切成大点的块状 凉水放入锅里焯压水 水开撇去表面的浮沫 再煮两分钟 捞出来控干水分 煮牛肉的汤油漏往锅里出来备用 准备下调料 八角 花角和小魂 白纸 香叶 桂皮 还有干山楂 把所有的调料倒入调料包里 接下来准备两个西红柿 切成轨道状放入盘子里 现在来和一下做面条的面 300克面粉加三个食盐 一个鸡蛋增加筋性 少量多次的加入110毫升清水 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醒半小时 起锅倒油 油热倒入牛肉大火翻炒 炒至牛肉微微发黄 加入一勺豆瓣酱 炒出酱香味炒出红油 加入葱姜蒜干辣椒炒香 再倒入西红柿 把西红柿炒软 把刚才煮牛肉的汤倒入 加入生抽老抽上色 放入调料包大火烧开 不用盖盖再煮五分钟 倒入高压锅里 再用高压锅压二十分钟 这次的面 饧好了放到面板上 揉搓均匀 用锁按压 撒上干面粉 擀面条的时候要多撒一些干面粉 擀的稍微大一些的时候 卷在擀面杖上 更容易擀辣擀圆 擀好的大面皮 上面和下面都撒上玉米面粉防沾 撒玉米面粉在煮面条的时候 汤更轻 擀好的大面皮像折扇子一样折起来 切面条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喜好 切成宽的或者是窄的 切好后用手拿起来 抖掉上面的面粉 锅里的水开下入面条 再放入自己喜欢吃的青菜 在中间来做个汤底 碗里放入蒜末 蒜苗和香菜末 少量的食盐鸡精 适量的生抽香醋 最后淋入香油 倒入煮面条的汤冲开 把煮好的面条捞出来 青菜也放入碗里 煮好的牛肉打开盖子 满出方度的香味 把调料包和葱姜蒜捞出来 做好的牛肉汤也可以放到平洋里冷藏保存 吃的时候放上两勺 汤鲜味面软软入味 自己做多放一些肉 大口吃肉很过瘾 手感的牛肉面太美味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